中国可以没有范冰冰,但不能没有崔勇元。 来源述黑白先生,ID,Kalabergsai & Shen333。 一,中国可以没有范冰冰,但不能没有崔勇元。 最近两日,崔勇元连发几条微博,抨击电影《手机2》导演冯小刚,编剧刘振云,还有曝光艺人范冰冰的片酬,称范爷是一个人演艺出戏,签了一大一小双合同,小合同一千万只是名演,实际隐藏了另一份价值五千万的大合同。 一时机器千层浪,大批水军攻击小崔,说她是为了卖有机食品,说她想撑饭别的热度等等。 范冰冰工作室也发出声明,称崔勇元公开发布涉密合约并侮辱范冰冰女士的行为,不仅破坏商业规则,也涉嫌切换了范冰冰的合法权益,以构成诽谤。 但崔勇元无所谓,称自己绝非无中生有,她说,范冰冰的所有行踪还有合同都有人在背后偷偷递给她的,自己还有一大抽屉没曝光呢,如果愿意随时都可以奉陪。 估计范冰冰听到这话,晚上做梦都会吓出一身冷汗。 如果税务部门真要介入,并严格履行职责,隐藏了几千万,换算下来漏了多少的税啊,至少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吧。 娱乐圈也是避毁血雨腥风,范冰冰们怕不怕? 真是,我觉得巴范也犯了一个错误,他用娱乐圈的潜规则来指责小崔破坏商业规则。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? 的确范也有点冤,因为娱乐圈不便存在的潜规则,大小,阴阳合同。 其实何止娱乐圈,我认识一个退休的老会计,他又被单位以一月一万元返并回去继续做财务工作。 原因是他会做两本账,一本是正账,一本是假账。 正账是给老板看的。 假账是给官方看的。 据调查,全国所有被返聘使用的会计都是为了做两本账的。 这是连我一个外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,为何皇帝的新装还一直在上演呢? 所以,中国不缺实力派演员,缺的是揭穿谎言的小男孩,你才说,道德有两种,一种有独立心而勇敢者约贵族道德。 一种是谦逊而服从者约努力道德。 千百人中,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,比如崔永元。 我的长征,自费赴美揭露转基因,口述记录中国历史,一路走来赤城为国。 有时候我会想,小崔那一语言许也源自他的理想主义吧。 在越来越功利的社会,他算是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,这种环境,理想主义者往往活得很痛苦。 社会尽管不理想,但作为人来说,最起码的是要守住作人的底线。 希望我们的社会少一些虚伪的演员,多一些不畏险足敢于实话实说的人。 二,众星捧月的范冰冰与孤独无助的崔永元。 近日娱乐圈风暴越刮越大,起因是崔永元从5月24日开始,讽刺范冰冰获得国家精神到旧脚,然后一连几天多次发文,揭露了娱乐圈天价片酬,阴阳合同等不合理现象。 抛开崔永元和范冰冰的撕逼不了,明星动辄就有千万薪酬入涨,娱乐明星所能获得社会财富,名声和地位实在是太高了,高得完全不正常,甚至可以说是高得不可思议。 这个在当今社会绝对是种畸形现象。 以至于现在的小朋友们连理想都变了,一个个消尖了脑袋网娱乐圈钻。 我想根本原因和大环境有关,现在的社会新闻满脸小鲜肉,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明星和哪个哪个有关系,有绯闻,屁大眼明星都出来搞点什么事,过期明星也搞点事,要不然就是什么网红,女主播,一天到晚搔手弄姿的。 而在媒体,网络上像小崔那样为您请命的人成了奢侈的行为,越来越少。 小崔曾感慨,在一个不太容易有思想的时代,做予了节目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你用不着硬邦邦的说真话,说实话,让别人讨厌。 确实,娱乐不会给自己惹麻烦,还可以大把大把地赚脑残粉的钱。 何乐而不为呢?而实话实说的节目里,崔永元冷淡的面孔,时不时发出意望的声音。 显得那么格格不入,不出所调节目被怕撕掉了。 之后的小崔说事延续了说真话的风格,节目也寿终正寝了。 然后突然亮相的东方眼,小崔嬉笑怒骂依然带着点棱角,节目很快被扼杀在萌芽之中。 崔永元是四处出击,处处碰壁,头破血流,屡败屡战,确实真够执着。 这个环境里,清醒的人一定是痛苦的,正直的人一定是孤独的。 清醒,正直还敢讲真话的人一定是抑郁的。 小崔说,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,特别孤独,寂寞。 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,经常晚上九点就躺在床上,到第二天早晨七点还没有入睡。 我老在想这些事,想不通,想不明白,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,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? 小崔想不通,其实我也想不通。 但是我没有小崔的执着,我已经习惯周遭人的冷漠和没有社会责任感了。 大概是传统文化,我大精深一直在教导大家三间齐口,娱乐至此的大环境就像温水煮青蛙漫漫的人们就会失去思辨能力。 我唯一做的,就是在全民狂欢的时代不断地提醒自己,克制从众心里,独立思考,保持警醒。